嗨 大家好 我們有時候寄信給一群人 比方說我有一封信寄給大家 寄給我們全校的老師 但是這封信有一個缺點 就是每個人收到的內容都一模一樣 如果我們想要在前面開頭的地方 稍微有點改變 比方針對不同的收信者 有不一樣的稱呼 那該怎麼辦呢 以前好像只能一封一封慢慢打 要不然就是接受這個事實 那剛剛在我的朋友低調那邊 看到了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在他的書籤收集這邊 有一個叫做用Google的試算表寄信給一堆人 每個人用不同的內容 那我看了這個內容之後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不過因為是英文 有些人可能不想看 那我就直接介紹怎麼用好了 那 那 他的方法呢就是用 到Google 的 Google.com slash apps-script 這個網站來 找一個 指令碼 那 你連上這個網站之後呢 搜尋sendingmail 打send 它之後就出現了 那就是這邊搜尋 然後找到這篇文章 那它底下有一個指令 它底下有一個指令 你只好複製這個指令 就可以在你的 就可以利用 Google它的 試算表 來寄信 好 我現在已經把它複製起來了 確實該怎麼做呢 我們先開啟 Google的雲端硬碟 然後新增 一個試算表 它其實 比方名稱我們就給它一個 自動寄件 還是其他 自動寄信 好了 自動寄信 我剛剛已經測試過一次 所以這個寫2好了 你要寄什麼信呢 第一個當然要有email 所以 還有 要有內容 好 OK 它要求的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 比方說我先測試我的email 好 然後 複製 OK 訊息 我們可以測試一下 複製下來 一樣 就可以 就可以寄信 好 好 那 該怎麼 我們剛剛複製下來 我們剛剛在這個 地方複製的指令 要放到哪邊去呢 好 那 是在這邊 工具 指令碼編輯器 然後它就開啟一個新的視窗 然後呢 我們就 直接 空白的專案就可以了 好 好 那 完全 複製 這個地方 我們要把它取消掉 用剛剛的指令碼 把它取消掉 這樣就好了 然後 存檔 一樣 給它一個指令 給它一個專案 叫做 一樣 自動 即信 2 因為我剛剛已經有一個1了 所以我現在把它取名為2 好 那它就儲存 儲存 儲存 儲存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記記了 你按執行 它就開始執行 然後呢 它會要求授權 它會說這個程式需要授權 好 授權 OK 接收 然後 再記 再重來一次 好 我們再重來一次 關閉 重新一次 好 寄出去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我是寄給自己 所以會到 基建備份這邊來 所以 你看一下 這裡有一封信過來了 然後再稍等一下 慢慢信件就會進來 好 你看 進來第二封了 好 那 你會發現 欸 我明明這邊 有4個名單啊 我這邊 明明列了4個名單啊 可是怎麼 寄來寄去 都是只有兩封信 好 怎麼樣 都是只有兩封信而已 那 為什麼呢 其實 秘密就存在 指令這個地方 好 我把這邊刪掉 我們從頭來一次 最主要就是 指令這邊 它告訴你說 我們要從 第幾行 開始記 我們看一下 我們要從第二行 開始記 沒錯 好 那這邊呢 有一個是說 一共要記幾行的資料 它說 兩行 所以呢 Google它就來抓這個資料 從第二行開始 那要記兩行 一行 兩行 它就記了這兩份而已 所以 當然就是 就只會收到兩份啊 所以 看你的信 你的名單有幾個 比方說我現在有四個 我就記得 這邊要修改為 有四行的資料要記 然後它說它會 去抓取資料範圍 這個我們就暫時把它取消掉 沒關係 這個是說明而已 這沒關係 好 所以我現在有四行要記 然後從第二行開始記 好 OK 那存檔 重新執行一次 我們來看一下 記件備份 好 再來 第三封 再等一下 四封都來了 所以 我稍微改一下這個指令 然後這邊呢 改成四 它就會四封都記 所以 請記得 這邊 這一行 很重要 要看你要記的資料 一共有幾 幾份 那記得修改這邊的指令 好 那 為了 提醒自己修改 我 會 寫一下說 修改這邊 依照要 寄件的 呃 分數 修改資料 好 OK 好 其他都是英文 就只有這邊中文 看起來比較明顯 提醒過自己 OK 那這是 基本的使用 好 那再來 其實這套軟體 使用 這套指令碼 使用 呃 試算表 是有它的好處的 因為 我們可以組合很多 不一樣的資料 再來記 比方說 我現在還要多一個 收信者 然後呢 有全部的資料 呃 好 那 我這邊 比方說 OK 好 好 1 2 3 4 然後呢 我這邊 我不再 剛剛我們寄出去的 所有的收件者 收到的內容 都是一樣的 第一封 第二封 收到的內容都是一樣的 我們現在要開始來組合 不一樣的資料 好 這邊是 OK 我在 這裡 是要給 所有人 要給所有人的內容 然後這邊有收信者 然後我這邊 我們記信的時候 他只會抓 這一欄的資料 跟這一欄 這一格的資料 那我這邊可以用 計算式把它組合起來 比方說 我用等於 等於 C2這一格 C2這一格 加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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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用這個and的符號 加上 呃 呃 空一格 0 好 嗯 稍等一下 好 OK 我現在在這邊寫了這個 好 然後 再來 來 那 我都按錯了 不好意思 好 好的 我要 我在這邊 輸入要換行的話 按 alert 加 enter 鍵就可以換行下來 其實按 alert 鍵就可以換行下來 所以我在這邊換行一下 然後在這邊 一樣 我還要再加上 其他格子的內容 哪一格呢 我要加 第二這格的資料 所以加 第二 所以內容就變成 UKey1 它去抓C2的資料 UKey C2 這格的資料 抓進來 然後 我原本的資料 然後再去抓D2這格 好 但是這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複製下來之後 內容 變得不太一樣 因為你可以看得到它 這邊變成去抓D3的資料 抓 D4的資料 抓D4的資料 所以我們要它固定 抓D2這格就好 那怎麼辦 呃 如果您對於 Excel這些比較熟的話 您知道 前字號就可以固定它 前字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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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好 那這樣子 它就會 你複製下來的時候 你複製下來的時候 這個沒有加前字號的 數字會改變 它會變成3 會變成C2 C3 這樣子 可是呢 有加前字號的 它就固定了 所以它永遠都去抓這個資料而已 OK 好 那 我寫好信了 我現在要再記信 好 一樣 如果你剛剛不小心把視窗關掉的話 那我們這時候再來 工具 指令碼編輯器 叫出來 好 然後呢 一樣 按執行就可以了 那它就記信 我們到我的信箱去 這時候你看 Yuki1 你好 測試信件 然後呢 再來 重整一下畫面 Yuki2 Yuki3 Yuki4 它寄給不同人的時候 有不同的稱呼 所以 利用這個指令碼 你可以組合 不一樣的資料 然後再拿來當作寄件 所以 這個工具還蠻方便的 您可以 如果要寄信給學生啊 或者寄信給家長啊 就可以利用這個工具來寄信給他們 非常好用 大家多多試試看